另外就是講到說郭海銘昨天讓記者苦短了一個小時 甚至還收辱記者說他有點不公平 然後呢還有覺得說是持有不公正的一個態度 他過去郭海銘也是收辱過記者 所以你覺得他有尊重媒體工作者嗎 媒體新聞自由是我們的第四權 我們對第四權我們一定要相對的尊重 好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總統參選人的身份投入2024總統大選 台灣三年 我講你學的真快喔 我的天啊 我講到時間了 一個親密的發言 兩次選人呢 兩次選人 rupeespear 這麼完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宁曾经说过和柯侯两位喝咖啡是可以不设前提的 那是否不设前提也包括最后为了整合可以不选 甚至可以当副手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副总统的人选 是否已经决定 然后最后副总统会不会因为为了达成整合而没有去登记 而如果没有去登记的话会不会被怀疑是戳汤圆 谢谢 请问一下您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 是不是 是不是 是新加坡联合早报 刚刚是问的问题我记得在那边讲话在这边 对不起我声音 麻烦帮我们举个手好吗 谢谢 新加坡联合早报 那摄影机 你在台湾住多少年了 台湾三年 我讲你学得真快 三年 新加坡联合早报 我过去常常看 是一个非常很有名的一个在对Asian country 对华人世界相当影响力的报纸 这个相当的公正 相当的持平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你三年以后 你来到台湾 这个没有保持你联合早报在新加坡的风格 就已经来到台湾 弄很多陷阱 要让我掉进去 我想 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三个人要坐下来谈 我再三今天的报告讲过 大家都知道 整合都不一定赢 分裂一定输 一对一也输 若不整合 二对一也输 三对一也输 四对一也输 目前可以看得到最新的民调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 大家面对问题 就要坐下来要谈 对 过去说过的 法国总统 几年前讲 要废核 最近法国总统 把核能 在几个月内 法夹湾 重新要恢复核能 所以任何政治 就要面对现实 大家要 看清环境 主流民意 是什么 台湾有超过三分之下的人 超过六成以上的 主流民意 希望 政党轮替 下架民进党 因为做得太糟了 大家 过去呢 站在他党的立场 发言 今天如果大家坐下来 站在主流立场发言 换个角度 换个思维 就会换个想法 今天 怎么样胜选 胜选以后 你怎么样来经营这个国家 你怎么样把GDP提升 你怎么可以跟 对岸的习近平坐下来 看清明和平宣言 还是请他喝珍珠奶茶 所以说这些问题 所以这有能力 去解决这些问题 谁能够到美国去 谈论台湾 美国政界长一句话 你跟我谈论问题之前 告诉我 我站在美国的立场 我有什么benefit 什么advantage 我先告诉他 台湾不打仗 对你美国有什么好处 台湾在科技业 可以协助你有什么好处 美国现在旁边发展的AI 如果没有台湾的参与 美国会倒退十年 所以美国也需要工作 美国也在选举 所以这些问题 我刚刚讲过 大家要想 我们老百姓要想清楚 你不是选一个 你必须要选一个 能够会赢 但又能够把问题解决的总统 金融十八问 金融十八好 我喜嘉玲 谢谢董事长 那个不是董事长 这番办人 我还是要追问一下 鸿海的问题 因为虽然您已经不是董事长 可是您还是董事 然后您也是股东 那我们在很多国家看过 就是大企业的创办人 跟股东执政 就是产生了一些利益冲突 所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计划 如果当选的话 打算把鸿海的股份 信托或者董事的职位 冻结或者退出 然后另外就是您刚刚 谈这个跟中国 不受中国威胁 好像信心满满的感觉 可是所以 我很有兴趣知道说 现在中国经济 挑战那么多 您觉得这个会让它 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比较好处理 还是比较不好处理 谢谢 我们谢谢金融时报的Catherine 她讲的问题有三个问题 第一问题是我个人财产 更换你怎么切割的问题 她有非常清楚法令 那就是说 我在登记参选的时候 或正式登记参选的时候 我必须要把所有的 这个资产财产 全部就站到公民财产申报法 全部列出来 一条一条的 我甚至于我 好像我太太也 为了事情跟我 compliant好几天 她有几个 比较贵的皮包 都要列在里面 我 我实在 必须要交代 这是法令的问题 但是我告诉各位 我郭台铭 红矮 过去在台湾 这一辈子经营四五十年 我没有做过一分 中华民国政府 公家机关的生意 一分都没有 所以 我都经得起前宴的 我没有 利用任何的职权 任何的关系 虽然那个时候 我非常支持 蓝营的很多 总统 我很多的候选人 但是 我支持是为了 理念的相同 为了 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我没有任何 做过中华民国 任何一毛的生意 那回过头来 我如果 当选 中华民国总统 这里面有两个面向的问题 第一个面向 是 台湾红海公司 或相关的企业 会不会因为我当总统 有受到利益的 先瓜葛跟保护 第一个我告诉各位 绝对不会 红海公司 的生意 全部都是 完全是全世界 应该国际性企业 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第一点 讲个不客气的话 我们不需要 对不起 台湾的市场 台湾政府的生意 市场太小 我们不需要做台湾的生意 对不起 我要讲 所以红海公司不需要 我的帮助 他们自己 做得很好 第二我要讲 这个 红海公司 可能 对了 有一些电动车 是 跟当地 这种的生意 但是 我相信 我们一定 我当权一定 我在野党 民进党在野的力量 我想 我们 其实 几个月前 我跟我们刘洋威董事长 已经说过了 这个 不要 我们在海外的生意 做 比较 可以照法规遵循 不要有瓜田理下 所以我会 不会再做 这个 应该不会再做 台湾的生意 除非 政府 可是政府又是个 公开招标 如非 有一些 我们开发出的 量子电脑 什么东西 政府需要的 那他 完全去照 行政机关 该做的法令去做 好不好 我答应这个问题 今天我想 时间 已经 结束 大家 你问题是不是都 好 我们谢谢 着急人 我这边要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的问题是不是都回答问题 我们今天还是主流民意大联盟记者会 你是不是开问题我都回答你了吧 没有啊 我非常感谢大家有一些 财经的问题 但是还是比记者会为主 谢谢 我觉得还是想问中国 因为现在 中国的经济 您自己刚刚说的是糟透了吗 那您觉得这个是 让习近平比较容易 在台湾这方面 处理台湾比较小心 比较理性 还是 这个风险比较高 我刚刚已经有讲 回答过那个问题 我就回答您 我想 从此之后 我再不再回答 这个洪海的问题 如果有这些问题 你去问 洪海董事长刘洋伟 这不干我的事 今天宣布参选 那您的副手人选 已经出来了吗 因为9月17号 联署节制的当天 必须要有您的副手人选 那之前已经点名的非常多的人 但您都一一否认 包含李嘉芬 沈春华 陈文倩 那今天又爆出高精素媒 请问到底您的副手 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相当犀利的题目 很多年前 有一个媒体界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新闻界是制造业 这个 我们感谢所有的制造业 我都是听你们说我才知道 所以我说 因为每天有那么多的 新闻要做 每天有那么多的讨论 政治田园要讨论 你们一定要制造议题 才可以造成讨论 这是你们的best model 我充分了解你best model 但是 没有事情 都不是从我们这里说出去 我绝对不会回答 其实你问的副手人选 我心目中 已经有人选 时机到了 一定会向大家报告 谢谢各位 各位 未经许可真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